蛇鹤八部是由武林八大掌门共同研制 融合了各门各派武学的精华 招式变化多端 是天下志强拳法 原本八大掌门打算共同练此拳法 从中选一个天资最高者 担任武林盟主 维护江湖正义 随之一夜之间 八大掌门离奇失踪 就连蛇鹤八部也不知所踪 对此江湖人议论纷纷 有人说八大掌门中出了奸细 也有人说高手杀人夺宝 可始终没有蛇鹤八部的消息 直到三年后 郊外的湖边人烟稀少 一个小伙正在垂掉 忽然三个凶神恶煞的壮汉 将他围了起来 声称 昨日在客栈 看到他揣着武林绝学 蛇鹤八部的全谱 只要小伙把全谱交出来 就可放他一马 小伙不理不睬 三个壮汉一玩上 想要硬抢 谁知这三人有力无脑 小伙竟然揣着蛇鹤八部的全谱 自然也会上面的武功 不过片刻 小伙就将三个壮汉 打得满地找牙 三人心智遇到高手 询问小伙身份 小伙名叫徐英峰 虽是无名之辈 可武艺高强 喜欢打抱不平 没人知道 徐英峰家主何处 尸城何方 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随身携带着武林第一拳法 蛇鹤八部 这天 徐英峰来到小镇 瞧见一个小叫花 因偷吃馒头 被老板责问 徐英峰豪爽地替小叫花付了账 还大方地提出请他吃饭 小叫花也不客气 直接拉徐英峰到镇上最好的酒楼 点的全都是山珍海味 徐英峰出手大方 眼睛都不眨一下 此举被一个小偷顶上 小偷故意撞在徐英峰身上 趁机摸走了徐英峰的包袱 谁知被徐英峰发现 只得扔下包袱逃跑 不料包里露出一本 蛇鹤八部全谱 瞬间 在场的武林中人 纷纷眼红 有几人更是直接冲过来明强 可他们的功夫 实在是不堪一击 徐英峰全法刚猛 不过片刻 就将他们击退 奇怪的是 徐英峰拥有 蛇鹤八部的消息传开 非但没有逃走 反倒是大摇大摆地 在客栈住了下来 刚到房间 就又有一个人 主动上门来 说是请徐英峰 到陈北破庙一去 徐英峰如约来到此地 楼上站着一位 天生励志的女子 她正是四川唐门 第三代掌门 唐平二 张口就要买下 蛇鹤八部全谱 徐英峰岂会答应 两人一言不合 直接较量了起来 原来唐平二不惜一切 想得到全谱 是因为其父 就是当年研制 蛇鹤八部的 八大掌门之一 唐平二想查出 父亲的生死之谜 可面对徐英峰的 蛇鹤八部全 唐平二无计可施 就算与副帮主联手 也不是对手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徐英峰离开 就当徐英峰回到客栈 房间里不知何时 又多出一个女子 仔细一瞧 竟然是之前 一起吃饭的小教花 原来小教花 名叫黄珠 是飞虎宝宝主的 掌上名珠 也想看看 蛇鹤八部全谱 徐英峰懒得理她 黄珠被气走 这时 一个老教花冒了出来 一言不发 就跟徐英峰较量了起来 比起那些人 老教花武艺高强 原来老教花是丐帮帮主 她棍法精湛 然而后生可畏 徐英峰的蛇鹤八部 更胜一筹 老教花甘摆下风 她跟其他人不同 并不是来讲全谱的 她想知道 徐英峰为什么故意 显露全谱 徐英峰突然掀开 老教花的左边衣裳 查看有没有黑质 确定没有 才将它松开 徐英峰告诉老教花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寻找一个武艺奇高 肩膀有志的人 至于原因 时机未成熟 还不能说 另一边 黑龙帮的前帮主 得知此消息 也对蛇鹤八部产生了兴趣 职业杀手 湘西三霸找上门来 声称 只要二十万两银子 就能帮他将全谱抢来 前帮主 冷笑着拒绝了 黑龙帮 人才极急 何须他人出手 紧接着 派手下去找徐英峰 说是黑龙帮堂主 孙夫人想要见他 徐英峰爽快答应 孤身去赴约 传说黑龙帮的孙夫人 美若天仙 徐英峰也想一睹芳容 果真如传闻 孙夫人长得美 性格也豪爽 他开门见山 只要徐英峰交出 蛇鹤八部全谱 便送他十万两银子 包括他自己 徐英峰吓得倒退一步 声称 钱能惹祸 美女惹的祸更凶 自己两样都不要 孙夫人心智 美人计不成 只得使用武力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助手 两人联手起来 十分厉害 不知是打不过 还是不愿较量 就连徐英峰 也连连后退 突然 一个侠客打扮的男人出现 以利落的剑法 让孙夫人相消欲远 男人自称 名门正派 是来帮徐英峰的 希望徐英峰 能利用蛇鹤八部 解开八大掌门 失踪之案 徐英峰 没有搭理他 扬长而去 当徐英峰 回到客栈时 唐平儿再一次出现 这次他带来了厚礼 唐门正派之宝 惊恐雀 提出用质宝 来交换蛇鹤八部 可徐英峰 依然不畏所动 另一边 黑龙邦得知 孙堂主 没有完成任务 于是采取了 下一步行动 让人围攻徐英峰 就当双方 打坐一团时 之前那名侠客 再一次出手相助 为了保护徐英峰 侠客受了伤 徐英峰 将他带到一处 荒宅疗伤 黑龙邦紧追不舍 双方对峙了起来 没想背后的侠客 却突然出手 一刀砍向徐英峰 原来侠客 是黑龙邦 行唐主乔装的 眼看徐英峰 就要被擒 竖把唐门暗器飞来 黑龙邦的小楼 落满被秒 唐平儿出现 用暗器 将行唐主解决 救下了重伤的徐英峰 可唐平儿 却并没有抢蛇鹤八部 反倒是帮徐英峰疗伤 因为通过几次交手 唐平儿发现 徐英峰并非坏人 他希望徐英峰 能帮自己找到父亲 这时 众高手纷纷赶来 其中人手最多的是 飞狐宝的黄宝主 也就是黄猪的父亲 他借帮徐英峰疗伤 出手将其制服 紧接着 将徐英峰带到了飞狐宝 就当他搜出全谱时 却傻了眼 因为里面空无一字 与此同时 老教花找到好友卢老怪 联合唐平儿 三人决定去飞狐宝救人 可飞狐宝人多是众 就连卢老怪也被生情 与徐英峰关在了一起 两人志趣相投 结败成兄弟 没想普通大佬 根本就关不住卢老怪 因为卢老怪 除了武艺高强 还擅长开锁 就这样 两人一声不吭的 逃出了飞狐宝 与此同时 飞狐宝前院 老教花和唐平儿 正跟黄宝主较量 一番对战之后 好不容易冲到后院 却发现 徐英峰已经逃了 三人感觉 这小子也太没意气了 居然一声不吭的跑了 另一边 徐英峰告诉一兄卢老怪 自己要找一个 肩膀上有质的人 正说着 遭遇黑龙帮堵截 两人猜想 黑龙帮的前帮主 肩膀上会不会有质 于是卢老怪 就冲上前挑战前帮主 打斗之中 扯开了前帮主的衣服 果不其然 一颗黑质金线 原来前帮主 就是徐英峰 想要找的人 这时 老教花 唐平儿 黄宝主等人赶来 话说黑龙帮是江湖第一恶 众人不怨而同的联手对战 就这样 双方缠斗了起来 然而前帮主 武艺超群 在场没有一个人是对手 黄朱居然自不量力 上前单挑 结果可想而知 黄朱开心的领了便当 徐英峰只得带众人逃离 来到一处相当隐蔽的地方 竟然见到了失踪三年的少林方丈 见到众人 方丈不再隐瞒 说出当年八大掌门失踪的真相 三年前 八大掌门被人下毒 一个蒙面人突然闯入 对八大掌门痛下杀手 唯有方丈强撑着与蒙面人较量 打斗之中 方丈瞧见 蒙面人左肩处有一颗黑痣 紧接着一路逃脱 幸好被路过的徐英峰所救 伤好之后 方丈将蛇和八部倾囊相授 通过三年的苦练 徐英峰武艺大成 方丈便丰富 徐英峰以全普为耳 寻找真凶 如今真相大白 前帮主就是杀害八大掌门的真凶 为了替江湖除害 八大门派联手 在华山之巅与黑龙帮较量 方丈让徐英峰单挑前帮主 若是前帮主能赢 他就把全普双手奉上 若是败了 前帮主就投入佛门 面币赎罪 就这样 前帮主和徐英峰展开了比试 没想本以为 无意超群的前帮主 却并未占上风 原来徐英峰的蛇鹤八部 已是炉火纯青 然而就当徐英峰主动进攻时 却发现前帮主的下盘急稳 无论徐英峰使出什么招式 他都闻思不动 一个不留神 徐英峰还被前帮主的长拳锁伤 这时老教花急忙提醒 千万不要硬碰硬 徐英峰心领神愧 以蛇拳攻击小门 敌强我退 出其不意的攻击 不过一会儿 徐英峰竟然占了上风 就连前帮主也有些吃力 这时 职业杀手湘西三霸赶来 前帮主急忙求助 可对方却坐地起架 张口就要四十万两 无奈 前帮主只得暂且答应 话说这三人打的是配合战 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面对齐攻 徐英峰有点招架不住 这时师父提醒他 一个个的破解 就这样 徐英峰冒着受伤的风险 将其中一人解决 余下的两人便自乱阵脚 徐英峰趁机反击 很快就解决了这三人 这时 前帮主已休息好 原来他刚刚利用湘西三霸 只是为了消耗 徐英峰的体力 以及看清他的招式 此时的前帮主 大展身手 越战越勇 徐英峰 只得苦苦支撑 交手之中 前帮主还使用铁头弓 撞向徐英峰 黄宝主看出破绽 想起女儿黄珠 于是把手中的两个铁球 扔给徐英峰当武器 虽说前帮主的铁头弓硬 可不敌两个十星的铁球 就这样 徐英峰将前帮主打败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蛇鹤八部》 上映于1978年 早期的功夫片 武打拳拳到肉 招式质朴刚剑 有些射雕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